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营 南瓜别总争着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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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成大拇指宽的长条就可以 再来搓第二根 长条搓好以后再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在手里 用双手这样搓一下 搓成稍微圆一些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七成热把生胚下入油炸 用筷子搓动一下防止粘连 炸至金黄色出锅给它捞出来 今天用的南瓜做的南瓜小饼就做好了 颜色非常的诱人 口感外酥里软 里面加入了小葱 闻起来葱香浓郁 并且它是发面的 吃起来非常的好消化 用手一捏外酥里软 掰开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 满满的蜂窝组织 口感吃起来非常柔软的 外酥里软 咸香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